對於熬過去了 還好沒有往後延 不然那個煎熬真的是 往後延沒有比較好啦 對不對 好 OK 所以呢 來我們產前 那個考前的複習 考前的複習 老師把你分成 有27個小單元 我用一個小 一個一個一個表格 去加深印象 那如果有特別的地方 會再額外幫你們補充 好吧 好 OK 好那就是時間花在 包口上 所以呢 老師真的已經有夠精簡 經典都不行了 這個就是讓你們考前翻翻翻 好 但是如果你考前 你已經習慣 看你原來的那本講義了 你已經感覺到 你有沒有現在讀到 已經有感覺了 我跟你講 考試到最後面 你要讀到有什麼感覺 看到題目 感覺到那個表格 或那個張傑老師講 而且你再更精準一點 你可以感覺到 那個表格在 一頁裡面的右上角 右下角 左上角 甚至你還會記得 你用什麼顏色去圈選它 這樣知道嗎 你唸說要唸到這樣 才會有印象 有時候讀通讀懂 並不是說把它 一字不漏的背出來 而是你有那個感覺 它是對的就好了 反正答案是對的就好了 對不對 你管它內容是什麼 對不對 好 所以在選的時候 也要放膽選 因為有時候同學 我會發現 像最近有很多同學 因為 沒辦法面對面 所以會有一些 就是那個問題 問題 問題問的比較細一點點 其實那個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必要 當然我們要很精準的去確認說 我們要知道它的機轉 或者是原因是什麼 但是你要知道 國考考題很多都是模擬兩科的答案 所以老師在解題的時候 如果這個題目 它真的出的不太好 我也會直接明說 就是這個題目 它有爭議 但是國考考題 它就是給你這個答案 它不改 那也沒辦法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拿一點分數 預留這種模擬兩科的考題出選 就算你是把它 滾掛爛的時候背到百分之百 它出的題目還是五花八門 好 那我就要舉個例子 例如像 今天會講 例如像今天 今年二月考了一題 胚胎植入 胚胎植入 胚胎植入有分為囊胚體 受精卵、囊胚體 還有 受精卵、胚胎跟囊胚體 三種的時代不同的植入 他就直接問一個很 可能或許醫生 他們也不見得會知道的 那他就說植入幾個細胞的 二到八細胞 當然如果你前面有念過一些胚胎血 你就會知道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種比較非典型的題目 不孕症的靠人品了 知道嗎 看平常做好事做的都不多 對不對 像這種題目你平常 我相信沒有一個老師 有辦法圈選出他就是重點 平常更是跳鍋跳鍋 我相信學校老師是跳鍋跳鍋 我相信補習班老師 因為只有七堂課的時間 也是跳鍋跳鍋跳鍋 就是自己看 所以憑你平常的感覺 跟實寫 但是實寫 我說嘛 現在有做不孕症生殖的醫院 如果你們以前有去臨床 或未來去工作不知道 但以前去臨床 絕對老師不太會讓你碰不孕症的care 對不對 因為畢竟人家花很多很多自費的錢來 並不會 會需要小心的care 應該這樣講 應該小心的care 實驗室有可能讓你進去參觀嗎 基本上不太會 因為實驗室裡面的溫度濕度都要管控 再加上現在的感控 所以基本上你沒辦法有機會進去看到 那老師其實那時候實寫的時候 我們運氣比較好 真的有辦法進去看到那個顯微鏡 那真的是比較少見 所以discovery多看 因為真的 現在沒有什麼機會可以進到實驗室裡面 所以要必須你有那個相關的經驗 你才會知道要怎麼選擇答案 像這種題目就不要糾結 老師是沒有講 那個沒有那麼重要 這樣知道嗎 因為畢竟那個題目出的 出是非典型的 未來會不會考 不知道 有可能就20年來就考這麼一次 但也有可能 我說有可能 因為現在7月跟2月這麼接近 對不對 他有可能 出於老師在看那個過去的考題 這個可以再衍生什麼考題 所以這是我們的重點 反而不要去糾結那種非典型的考題 反而應該要去 衍生出 它可以衍生出 我們什麼常見的重點 好不好 所以這是你們在寫 寫 我相信很多人現在寫考古題 已經寫到 眼睛閉著都會看 因為老師不可能那麼勤勞 出考題不管是學校也好 或者補習班也好 我們一定以考古題為重 考古題我們就不會去變更它的選項了 但是你在寫每一題 現在如果已經寫到第二輪了 一定要先全部寫過一輪 再寫還是會錯 這是正常的 這樣知道嗎 再寫一定還會再錯 第二次寫的時候 那第二次寫的時候 你就不是只有寫答案 你這樣滑過去了 現在如果還有時間在寫考古題的同學 第二次的同學 你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每一個衍生想想看 如果他已經提到洋水 那洋水有什麼相關的考題可以考 自己出題給自己 這樣子分數才會拉高 這樣分數才會拉高 這樣分數才會拉高 這樣知道嗎 好 那產額 多放一點時間在耳科 這樣子 因為耳科要背的東西比較多一些些 好 那產科老師就在這邊幫你們整理 OK 好 來 那那個 有一些 你會覺得 老師這個還蠻簡單的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因為老師說 你覺得簡單 有一些同學他覺得難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要把基本的大方向放在上面 那至於細節 你想要考高分的 老師細節會再額外補充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82頁 好 幫我翻到82頁 產科的考 那個 考前復習那邊 好 來 我們看一下主題1 我們分一個一個主題 這樣會比較清楚啦 因為字太多有時候 好 來看一下 你家庭文中學會 也在考到爛掉了 母音期間考到爛掉 產科同學考到爛掉 為什麼 我要花那麼大的篇幅 因為呢 真的 現在不是只有考議題 以前通常都考議題 就給它結束 現在有時候 1 2 3題 都是這種題目 好 真的是1 2 3題都是這種題目 就各考一題這樣知道嗎 所以還是有再次複習的必要 所以老師這邊快速的講過 來 我用初題字號來 生產是個正常事件 好 我們互為夥伴關係 記得生產計劃書要共同討論 把共同討論生產計劃書畫起來 好 共同討論生產計劃書畫起來 好 要記得生產計劃書是特意於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 母嬰 母嬰親善音樂是什麼 我自己需要你們兩個做比較 母嬰親善音樂是跟哺乳有很大的關係 好 跟哺乳有很大的關係 那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來說 他也涵蓋了哺乳 但是他涵蓋了更多 我們要考量的範圍會更多更廣 所以生產計劃書已經不是只有哺乳了 包含產前你想用什麼方式 都要先討論起來 這樣知道 那老師上課有給你們看過範例 這邊就不贅述囉 好 那LDR他跟哺乳有關 沒關 他是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 好 那第三點 產後立即哺乳 他就是母嬰親善醫院的共同的重點 這邊要立即哺乳 好 你有沒有看到主題二的第一點 半小時內開始哺乳 有沒有 有看到齁 所以把它劃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新生兒出生的時候 有分為第一反應器跟第二反應器 好 那在半小時內 他這時候呢 精神飽滿很警覺的狀態下 第一反應器是最適合哺乳的 你不會在他睡覺的時候哺乳吧 喝也喝不多 哭鬧的時候哺乳更不適合對不對 好 所以要在什麼狀況下哺乳 好 前30分鐘他警覺期 好 他第一反應器 眼睛東看西幹 東張西望的時候 最適合哺乳 最適合哺乳 最適合不睡 為什麼要前半個小時 為什麼這麼急 為什麼不要等胎盤免出 再哺乳呢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 這個時期精神最好 你通常哺 抱抱抱抱一抱之後 然後擦乾身體 推回baby room 在路上就又睡著了 這樣知道吧 好 所以這前半個小時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 eyes to eyes 眼對眼 肌膚接觸 對不對 眼對眼 肌膚接觸 好 不因為檢查而分離 好 那如果他特別考到 好 妻生兒的家戶病房 像現在我們家戶病房能夠進去看嗎 好 不太行 對不對 像現在 因為那個COVID-19的關係 所以其實進去家戶病房 人數限制的很嚴格 好 甚至你說要觸碰 有的醫院甚至連觸碰 或去摸整個的玻璃嘛 對不對 那 ICU NICU的小朋友 他還是很需要媽媽的 好 所以目前雖然有限制 但是呢 如果有需要 好 醫保保的需要 醫媽媽的需要 還是可以進去看Baby的 好 還是可以進去哺乳的 都可以 這樣知道嗎 好 不要限制他的訪視時間 好 不要因為檢查而分離 那個檢查指的是什麼 沒有立即進 傷害寶寶的VITALSIDE的 沒有立即進 傷害媽媽的 我們就可以先暫緩 暫hold 例如量身高體重 點眼藥這種事情 好 打維他命K這種事情 都可以到Babyroom再做 我們在產台上 好 基本的SUSHEM 保暖 好 然後VITALSIDE CHECK 然後APASGO OK了之後 就可以報給媽媽 好 就可以報給媽媽 所以產後立即不如 兩個是共同的 好 兩個是共同 以家庭回中心也有 母嬰親善醫院也有 好 第五點 盡快出院 本來就可以盡快出院 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住幾天 好 本來就可以盡快出院 跟家人團聚 好 跟家人團聚 好 再來WHO友善生產指標 就是要去醫療常規 這一點很重要 好 我那個課本上寫了 樂樂等 要自己看一下 好 去常規 好 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好 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定要做 但是 我就說但是 但是有例外 如果擔心孩子或媽媽健康 當然不允許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好 到底能不能下床活動 還記得老師 有給你們畫一個表格吧 應該有印象 那那個表格裡面呢 欸 因為老師沒有帶 老師這邊剛好手邊沒有講義 如果你們手邊有講義 你們應該翻到後面吧 後面在那個生產那邊 我們的生產能不能下來活動 分娩那邊 好 能不能下來活動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